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沉默让我们有机会反思 成长并在关键时刻发出更有力的声音 记住 眼多必失 这句话的意义并不是让我们害怕说话 而是提醒我们在不必要的时候保持沉默 因为不当的言语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伤害 沉默是金 这句老话告诉我们 真正有价值的不仅仅是金钱或物质 而是那些未被说出的话 那份沉默中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的话要说给值得的人听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 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当你选择性的发声 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子 都会更有分量 更有意义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封闭自己 不与人交流 相反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交流 是一种更有策略的表达 它让我们的言语成为一种珍贵的资源 而不是廉价的消耗品 在当今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说话 都在传递信息 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 往往是那些不经常说话 却在关键时刻说出重要话语的人 想一想 当你遇到一个总是谨言慎行的人 当他们开口说话时 你是否会更加专注于听他们说什么 这正是少说话的力量 而且当我们选择少说话时 我们也给予自己一个机会去听别人说话 这样 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他人 还能从他们的言语中学习和成长 在实际生活中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聆听技巧 学会聆听不仅是对话技巧的一部分 也是一种生活智慧 当你真正听进去别人的话 你就开始与他们建立更深层的连接 另外 少说话还能帮助我们 避免无意中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有时候 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说出了令人不悦的话 但如果我们能够先思考再说话 这样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 第二条法则 不争辩 高手 真正的高手 他们懂得何时该发生 何时应保持沉默 他们不会与圈层纬度不同的人 进行无意义的争辩 这不仅是一种选择 更是一种智慧 当遇到低能量或负能量的人 高手不会与之产生能量和磁场的交换 他们选择保持距离 不是因为高傲 而是因为他们明白 某些交流只会消耗自己的精力 在高手的世界里 保持平和的心态是关键 他们拥有一种自然流露的包容气度 这并不是故作姿态 而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这种谦虚不是表面的装饰 而是从内耳外散发出的修为 我们也可以学习这种修行 透过自我提升 避免与低能量的人争辩 保护自己的心灵和身体 实际上与那些负能量的人争辩 不仅耗神伤身 还可能使我们迷失自我 学习高手的做法 意味着学会在面对挑战时 保持冷静和内心的宁静 这不仅仅是一种避免冲突的策略 更是一种保持心灵 纯净和专注的方式 当我们避免无谓的争辩时 我们其实在为自己的内心筑起一道防护墙 这种防护不是来自恐惧或逃避 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高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们有着超越常人的自我认识 他们知道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宁静 而不是与人的争吵 这种力量是一种深刻的自我了解和自我控制 当我们学会像高手那样 选择智慧的应对外界的冲突 我们就在逐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的生活将不再被那些无谓的争议所困扰 我们的精神将更加集中和专注 这不仅仅是关于避免争辩 更是关于如何保持我们内心的平静和专注 这种心态的培养并不容易 但一旦掌握 它将成为你最强大的武器 它会让你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 保持冷静和清晰的头脑 记住 真正的高手从不随便争辩 他们选择智慧的行动 因为他们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当你开始练习这种不争辩的艺术时 你将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 你将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在面对挑战时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这种能力并非一蹴而就 它需要时间和耐心去陪 呀 但一旦你掌握了这种能力 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和内在世界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深刻且持久的 它将引领你走向一个更加和谐与平衡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你将学会如何更好地与他人沟通 同时保持你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平衡 这并不意味着你要逃避冲突 而是学会如何更智慧地处理冲突 当你避免无意义的争辩时 你其实在为自己节省宝贵的能量 这些能量可以用于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第三条法则 不纠结 不内耗 当生活中出现看似巨大的问题时 我们常常陷入深深的纠结和内耗之中 然而 这些所谓的大问题过去就真的过去了 纠结并不会带来任何帮助 我们应该学会放下 该吃的时候吃 该睡的时候睡 保持生活的正常节奏 问题的大小 其实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 而不是它本身有多大 当我们拥有更开阔的心胸时 许多事情自然而然就显得微不足道 在我们无法控制或无能为力的事情上 纠结 焦虑 憎恨只会让我们消耗自己 这种消耗不仅影响我们的心情 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让我们吃不好 睡不好 更糟糕的是 长期的压力和焦虑还会加速我们的衰老过程 另一方面 晚上熬夜 白天无法正常睡眠 这种阴阳颠倒的生活方式 同样非常伤神 经常熬夜会打乱我们的生物中 对身心健康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认识到 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在这些事情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不仅无益 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学会放手 学会接受生活中无法改变的事实 使我们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我没学会放下那些无法掌控的事物时 我们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这种放下并非一蹴而就 它需要时间和耐心 以及对自己的深刻理解 当我们开始理解到不是每件事都值得我们纠结时 我们的生活将开始有所改变 一个开阔的心胸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面对困难 还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快乐 学会接受并放下 是我们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 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看似巨大的问题 其实并不足为惧 这种认识将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内心平静 这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比拟的 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 保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 还可以让我们的心态更加健康 学会调整我们对问题的态度 将使我们在生活中走得更远 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使我们面对困难时最强大的武器 当我们学会了这一点 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天 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性和机会 这种心态的转变并不容易 但一旦我们做到了 它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 所以让我们学会放下 学会接受 并用一个开阔的心胸 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第四条法则 不送欲 《道德经》提到 深爱 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 过度追求物质和欲望的后果 过分的爱与何对财富的追求 往往会导致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消耗 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如果我们失去了节制 那么付出的代价将远超过我们所获得的 智者懂得在取与舍之间找到平衡 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相反 愚者在取舍上犹豫不决 他们渴望一切 却又放不下任何东西 这种过重的欲望 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中 最终却常常一无所得 欲望的重负不仅使人夜不能寐 更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 真正的智慧在于理解并接受 世上没有什么是必须拥有的 我们应该学会满足于当下 而不是永远在追求更多 这样的生活态度不仅能带来内心的平静 还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满足 当我们放下那些无止境的欲望时 我们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更简单 更美好 过度的欲望会使我们失去对生活 真正美好事物的感悟和欣赏 当我们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时 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拥有的意 精足够 这种满足感来自于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深刻理解 我们不再追求那些外在的物质和成就 而是寻找内在的平静和满足 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是一种成熟和自我认识的表现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和谐和平衡 这种和谐和平衡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 还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一个更有智慧和见解的人 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 它需要时间和努力 但当我们开始这个旅程时 我们将会发现这是一条值得走的路 这条路将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充实和满足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简单美好 我们会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和成就 所以让我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寻找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 我们会发现生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这种简单不是缺乏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满足和丰富 当我们不再被无止境的欲望所驱动时 我们将开始体会生活的真正意义 这种体会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 更加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这种感激不仅仅是对物质的满足 更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激 当我们学会了这种感激和满足 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我们将不再追求那些虚幻的欲望 而是寻找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这种快乐和满足来自于 我们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欣赏 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时 我们会发现 真正的幸福其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不需要远行寻找 因为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所以让我们开始这个旅程 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寻找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 我们将会发现 生活其实是一个美丽的礼物 这个礼物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物质和成就 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让我们珍惜这个礼物 并用一个开阔的心胸去享受每一刻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 我们会发现 生活真的可以很美好 最后我做了个归纳总结 记家下面这几句话 你就可以神采一 养足养好你的精气神 一定要记下来 黄碧内经讲了精足不思音 神足不思眠 弃足不识时 对外要寡言少语 于是无争 各物置之 对内呢 要清心寡欲 精神内敛 闭目养神修内多 你必定会精神绝朔 神采一意 常言道 看所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赠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